直接衝過去 砍到巨武刀 如果他左爪然後右爪踩下來 我們可以直接擋下來 然後砍兩刀 跳起來踢開 保持距離等待他發動攻擊 等他打完 衝過去 追斬 砍他兩刀 他走開的話我們往右前走 走到背後砍他 砍到他回頭過來 然後砍他兩刀 如果他受傷了可以多砍他五刀 他又準備跳起來 走開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再多砍兩刀 準備擋開他的反擊 再擋 他走開了 往右前面走 如果你看見他的火焰手 準備發動攻擊 當我們接近的時候 安蹬下來 飛撞到他的身後 然後不斷往右手邊閃開 直到你看見他的右腳踩下來 然後才繼續砍他 然後才繼續砍他 好繼續 蹲下 不斷往他的右手邊閃開 直到看見他的右腳踩下來 砍他 他離開了我們往右手邊 蹲下 砍他 繼續往右手邊衝過去 砍他 他準備跳起來 走開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再砍兩刀 他受傷了 砍他五刀 最主要就是他不需要用火焰手發動攻擊的話 就不用飛撞過去 直接跑到他的身後砍他就可以了 好 來到第二層位 在等他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跑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好 走過去 砍他 小心危險攻擊 他又準備發動新的招式 往左手邊跑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再砍兩刀 小心喔 一路往左手邊走 總共有八股火焰衝過來的 慢慢向他的方向走過去 砍他四刀 好 拿到第三條蜜 我們等待他發動新的危險攻擊 往左手邊走 跳起來 一路往左手邊走 記得不要走太近喔 最砍 砍兩刀 他走開往右手邊走 走到他的背後 砍他 好 小心 跳起來 避開 他會再來的 跳起來 保持距離等待他的攻擊 等他打完 衝過去 追斬他 砍他兩刀 小心擋開 再擋 繼續砍他 他要準備跳起來咯 走開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砍他兩刀 好 收傷了 多砍他五刀 小心 小心 跳起來 他又在殺衰咯 好 準備往左手邊走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往右手邊 衝過去 蹲下 砍他 他又推開了 跑到他的背後 繼續砍 他又跳起來了 走開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多砍他兩刀 好 好 記得保持距離 等他的攻擊 他掉火仇的話 不要走太近 不然他會掉第二殺的 好 等他打完 衝過去 追斬他 砍他兩刀 小心 跳起來 好 準備往左手邊走 跳起來 飛過去 砍他 再砍兩刀 收傷了 繼續砍 多砍五刀 他又準備跳起來 走開 跳起 飛翼過去 再砍他兩刀 他跳開了 不過距離有點遠 走開 等他打完 衝過去 追斬他 撤 撤 嗨 殺喲 拉拉 呂 呂 謝謝你們收看哦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個讚 在沙方留言跟我聊天 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